来看电信公司回馈社会是捐赠了一辆5G急救医疗设备给桃园市政府 透过远距连线来协助回报病患的状况 安置到适当的医院治疗 把握最佳黄金医疗时间 设备将配发给新屋分队来充实新屋区的救护能量 几位车上目前有一个病患啊 他表示胸痛 胸痛 好那你帮他量一下VITAL SIGN 救护车上救能视讯诊疗把握最佳黄金医疗时间 电信公司捐赠5G救护车紧急医疗设备给桃园市消防局 用科技提升救护医疗品质 我们最早是跟台北市做的POC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发现 其实能够把这个5G的远距诊疗用在这个紧急救护上 也是非常有用 而且真的是救人救命的一个应用 那我就想说这个要怎么样 让更多人知道这个科技怎么样救人 那我们想说每一个县市其实都会有 都可以再更提升 他们这个在紧急救护消防方面的这个能量 5G救护车紧急医疗设备 搭载5G传输的平板 影像处理电脑 摄影机 抗噪耳机等设备 可以及时传送这户车内多角度的高清互动影像 强化紧急处置品质 提高病情稳定度 桃校张善政感谢企业爱心 将配发给新屋分队 预先知道这个病人状况 那么所以我们准备把这一套设备配置在我们的新屋分队 为什么配置在新屋分队 是因为新屋那边相对医疗资源比较少 我们觉得配置在新屋分队 万一要用上的时候 对于新屋那边的要就医的这个居民 是有最大的效益 张善政也宣布好消息 这家电信公司和常跟医院合作的远距医疗 即将在复兴区启用 未来能帮助到更多复兴区市民 能将这项技术在医疗救护上发挥最大的效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